嗨各位crazy老王crazy属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是8月28号周五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还是讲股市 今天的股市呢比较平淡啊比较平淡 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第二个话题呢就是要讲 crazy老王crazy属前他赚钱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咱们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啊 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网红 都做得非常好 那么crazy老王crazy属前他的核心的价值在哪里 为什么要去在盘中啊 那么去盯盘啊怎么去操作啊 有什么实际的案例 这是第二第三部分好吗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今天大盘是波兰不惊啊不断的走高 昨天是美国共和党提名川普的会议啊 National Republic Council 或者NRC我不知道NRN还是什么 anyway昨天是高开的啊 今天标QQQ啊直接就跳空高开啊 跳空高开啊 看一下五分钟的图直接跳空高开啊 基本上啊处于一个非常狭窄的盘整区间啊 盘整区间整个的上下的波动呢 可能只有三个点啊 只有三个点啊 就我原来昨天一直跟大家强调的美元呢 它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下跌啊 是使得今天的行情呢 这个UVXY啊出现了应该说出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啊 UVXY 昨天呢我也待会我在节目当中讲其实昨天应该赚大钱的啊 结果呢在这个点位呢我选择了怎么样 这个UVXY今天是啊高开低走啊 昨天呢是我啊很火大的一天 因为这个UVXY在这个点呢我应该考虑啊出场 而在23.11这个附近啊 因为我也知道这是个压力啊 那么从UVXY今天的走势呢 似乎呢正在走出一个头肩底 复合头肩底的走势 所以未来的六周呢 必然会有一个大的行情啊 但是可能现在还没有出现 所以呢从这个昨天这个走势啊 有点啊 今天有位哥们啊也跟我一起讨论 我说我在这儿啊应该出场啊 不应该再加码 结果我在这儿呢 加码 结果昨天下去的时候止损 然后呢在这里又买回来 冲高今天抛掉 今天没有犯昨天的错 我也跟同志朋友说从此不再 啊不如果不不不赚钱的话不能做齐群啊 然后哗一路下跌 我在这里逐渐买了 那么今天啊逐渐毁落 从一定的走势来看 我觉得UVXY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啊 美元呢 呃昨天呢 出现了一个出现了一个应该说呃 虽然大家都看好美元的反弹 但是其实美元没有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啊 所以呢有些朋友呢啊 如果熟悉外汇的话 昨天也知道这个安倍啊 首相呢 昨天正式呢可能辞职了 生病了啊 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DXY啊 他其实啊正在走一个背离 但是呢 这根大阴线呢 让我很担心啊 他如果周一跌破前期低的话 那会引发更多的下跌啊 更多的下跌 所以这个呢 在没有出现反弹的信号之前呢 我们不能乱讲 所以刚刚我在美洲华尔街里面也讲了 我说这个行情啊 啊 六个月六个星期之内 必定有一个大的调整 但是你说 啊 今天啊 下周一路的调整 下周一路是什么呢 下周一路是Windows圈 就是Seasonal的 就是LaborDif LaborDif 劳工节的Seasonal的一个 技术性的一个上涨 好 所以这个的话 我很难说这个 从DXY的走势来看 虽然Larry Williams 虽然Jim Cramer说这个 DXY可能会反弹 Jim Cramer说大概是 MaborDif 过后啊 所以但是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所以今天呢 基本上啊 波兰不惊 ES就是标普的股指期货呢 今天的走势呢 可谓说啊 高开以后 如果说看五分钟图 昨天晚上呢 大概在六点钟的时候呢 是逐渐逐渐的哈 怎么样 高开以后呢 不断的冲高 冲高以后呢 来到最高点 那么今天呢 然后呢 出现回落啊 今天早上也没什么特别大新闻 冲高以后呢 还是标普的在盘整 但是道琼呢 已经来到了 今年已经开始赚钱 这是一个指标性的意义啊 指标性的意义 而且呢 今天三大指数呢 虽然呢 这个盘的量啊 非常的 不大啊 但是呢 这个走势呢 还是非常强 所以对下周走势呢 我们不能一味的就是去看跌 而是要顺应这个市场 那么UVXY 我认为大家如果持有四到六个星期的话 一定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回报 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报 那么今天第二部分呢 就是要讲我为什么 Crazy老王 Mr.Crazy王 到底是和这些网红啊 有啥区别 那么 那么我的呢 就是我们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 CrazyMrWin.com 我的投资逻辑呢 就是希望能够快速的赚钱 那么通过几个月的摸索呢 我已经把它发展到一个 我自己的核心逻辑 就是盘中呢 要有一些 应该说 重场的机会 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很多的 这个 Day Trade的视频啊 比如说Warrior Trading True Trading Group 这些 那么这些哥们呢 都是做一些 这些Penny Stocks Penny Stock 那么这些Penny Stock的话 非常难做啊 因为八月份的话 我统计了一下 其实很难做 第二 你也不熟悉 它的脾气 你通常的会 如果是你要知道 一支股票的话 你会去看 它的公司的 业务的基本面啊 比如说 今天有一支股票 涨了非常多 它其实是 应该说 Neo 来看一下 Find the Recent Symbol啊 那这些公司呢 由于你不是特别的熟呢 使得呢 使得呢 你这个 失误率啊 会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我发现了 这些Day Trader呢 基本上不会超过 做三笔到四笔 做完了 基本上都在早上 九点多钟 九点多钟 我可以上这个 YouTube channel 跟大家讲一下 老王 你这个 把这个 你把这个人家的这个竞争对手都引上了 你不怕 我觉得 我办这个 视频啊 主要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赚钱 对吧 那么比较有名的 比如说Warrior Trading 它基本上是在盘钱 我每天都在看 有的时候 最近一个星期啊 它做的不是怎么样啊 前一阶段 每天都能赚十多万 它还有 它从七百多块钱 对五百八十三块 做成三十三万 然后后面不断的加钱 但是我发现的 它的大部分的交易啊 都是Penny Stock 那么还有这个 True Trading Group 是订阅它的一个客户啊 那么基本上 由Michael Edwards来做 他基本上一天能够做四单 有的时候 两天赚 两天赔 那我觉得 我的核心是在什么 我的Crazy Mr.Wan 就是希望我的股票能够增值 我的 我的这个 资产能够增值 然后我能够赚钱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 Trading for a living 那么下面呢 我就要 说一下 就是 八月份你来 我获得了最好的一个成绩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 专注 那么今天呢 我想说一下 我的核心的 一个 投资原理 就是 你们如果进了我的账号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就是发现盘中的一些蓝筹股 或者动能股的一些快速上涨的机会 抓住一到两个 狠狠的赚一笔 当然当中呢 可能会有亏损啊 或者什么样 然后第二呢 专心做特斯拉苹果的股票 这几天呢 我们都在做特斯拉 这个八月都是在做特斯拉赚钱 所以抓住盘中的一些机会 狠狠的下重仓 那么最近两天呢 我们都在做 今天我有点生自己的气 我待会给大家说几个经典的案例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脸号呢 非常非常的勤奋啊 他呢 已经把 我昨天的记录呢 给大家分享了 盘中突发 老王神操作 这就是我的核心 发现一些蓝筹 动能股 盘中突破的一个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那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沃尔老师在盘中直播的时候 给大家带来的一笔什么创作 那先介绍一下这个操作的背景 背景就是今天盘中 大概在美东时间11点多的时候 市场上面突然有一个传闻啊 或者说是突发新闻吧 就是讲这个沃尔玛 想要跟微软联手 来收购TikTok的一个业务 然后这个新闻一爆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股价 这个是沃尔玛 今年盘中的一个设施的走势图 那在11点多 当时这个涨了0.8% 然后疯狂的拉伸 一路往上拉 最高是涨到了6点多 6点多也就138块多 差不多139多一点吧 139多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沃尔玛师在这个直播当中 关注到这一条新闻之后呢 立马就判断这个沃尔玛 还是有机会能够上涨 然后他也是在直播当中 带领着大家来做了一笔 这个沃尔玛的一个看涨期权 短短的10分钟之内 算了一个2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在这个Zoom直播当中的一个就是跟大家如何来介绍的 这个是他的一个页面 页面今天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们在做Zoom直播 然后到了收盘之后直播结束 这个视频Zoom的视频就会保存下来变成一个路过的视频 这个视频呢也会发给大家 咱们的会员朋友都会能够收到这些路过视频 因为你白天如果没时间看的话 晚上的时候可以来回顾一下 当然你就是如果说白天没时间 担心会错过交易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也会在盘中 任何有交易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发这个交易的提醒 所以呢 也避免大家错过这些好的交易机会吧 我们来看一下沃尔玛师今天这个盘中 这是一段今天的视频 我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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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买了 这个沃尔玛 原因在于说沃尔玛说 这个准备和 这个 一起买这个TikTok 那么我刚刚买了 这个 全就是因为我看就是 这个星期啊 特别快啊 这是一个快速的交易 咱们在账号也在不太多松直 如果您是一个投资者 或者甚至有想到投资者 我认为 那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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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钱的扩 134块的扩 134块的扩 为什么我觉得很好呢 因为这个 这个已经开始134.15 已经已经 过了 134.80 我认为会创新高 然后目标 在哪里呢 因为 因为 这个WARMAR去做TikTok是蛮奇怪的,但是这个会很活跃TikTok,很活跃这个WARMAR的那个,哇,这个零售店就会带很多美区它的traffic,我觉得WARMAR说它现金多的话,可以考虑现在一三五,我的目标呢,是一三八,还是涨三块钱的。 今天WARMAR要铺嘛,因为TikTok和它的用户至少在美国两亿,这个对它的广告来讲是非常非常强的,来看一下我们。 刚刚这一段呢,其实WARMAR也介绍了,它买入的时候需要关注一个这个压力位,那压力位它刚刚介绍是一百三十八,买进的时候应该比这个一百三十五还要低一些啊,只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它讲上面的一个压力位在一百三十八左右。 所以我们来出盘一下看看,这个一百三十八是在这个位置,一百三十八,然后确实啊,今天的股价到了一百三十八之后往上充了一点点,就开始回落啊,然后一直到收盘变成了一百三十六。 那WARMAR是做这一笔呢,其实就短短的一个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在Romeo的上面的一个交易的记录。 这地方就是WARMAR,它这里是看涨期权,新权价一百三十四,九月四号上期的,然后后面是一个BYE,BYE呢就是买了,买了多少? 这地方是十个contracts at 3.5,这个3.5是每一股的一个股价,那一个contracts就是期权嘛,期权一个contracts是包含一百股的股票,所以十个contracts相当于就是一千股,一千股,然后三块五每一股的话,它就是三千五百美金。 这个是买入的一个成本啊,买了十个contracts,一共花了三千五百美金,然后这个短线即使往上拉伸的时候,WARMAR就开始卖,那也是奔批卖出啊,现在四块零五的时候卖出五个contracts,然后继续往上涨,涨到四块两毛钱的时候,又卖了三个contracts,再往上涨到四块八的时候,然后把最后的两个contracts都卖掉了,那这个价格是期权的价格, 四块八是这一笔期权的一个价格,并不是说WARMAR的股价,那股价可能它是从一百三十五一路涨到一百三十八,在这个过程当中,WARMAR是一路的往下卖,就不停的卖,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一笔操作,其实计算一下的话,投入的本金是三千五百美金,然后卖出是这三笔金额。 好,广告太多了,来,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的投资哲学,就是crazy老王,crazy数钱,到底是干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变,就是如果发现像一些非常重大的新闻,或者一些成交量非常大的一些篮筹,或者动能股,比如说八月份,其实普遍的都是草突破,叫break out, 那么想象,如果说像WARMAR这种股票,它这个,如果我们不是买一千,你才花三千五百块,这是我一直在测试我的这个交易能力,通过几个月,因为三四五呢,其实说句很实在的话,没有大家的帮助的,我真的做的不好,不好的原因呢,就是每天在找各种各样的标的,其实对这些标的的熟悉程度呢,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我其实是从一月九号才开始,回到这个状态,前面两年呢,都在做中文网,焊麻油,当然,这些故事我就不说了,那么在这个状态当中呢,我就不断在找寻,就是,比较适合我交易的,那我觉得呢,像WARMAR这个单字,132,135,那么如果你看昨天这个,这个走势啊,它其实是从这里开始启动的,它有消息出来以后呢, 那么我们呢,比如说这个WARMAR,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比如说新闻网站啊,我通常都是看的英文的,因为我觉得英文的快啊,中文要翻译,要怎么样啊, 那么大家可以其实看到啊,在27号的中午的时候呢,突然有一条新闻啊,是关于27号 好,这条新闻啊,是在10点15分 10点15分和11点22分 一开始呢,说WARMAR和软银呢,一起在买TikTok 然后呢,这条新闻,11点22分这条新闻呢,其实是,才是重磅和微软 好,那么,呃,我们来打开五分钟的图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这个标,标的时候呢,第一波呢,是软银 然后微软这一波标呢,才是真正的啊,那么在这个波标的当中呢,假设说,啊,我们知道这些动能啊,其实这个定海神针,很多朋友说定海神针很好用 那么,如果你在138买进50口的,啊,5000块,5000股吧,5000股,15,啊,那你就可能赚5000到100,啊 然后呢,到了这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它开始下滑,啊,一路的下滑,138,这一根,我就是滑,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又,又出现一个breakout 所以我在盘中,啊,我会给大家做很多详细的,啊,机会,啊,呃,我觉得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核心 从9月份开始呢,我们会可能考虑用一个核心的,啊,把这个资金量呢,做大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买这个股数呢,要多,啊,很多朋友说 你只买10口,买1000股,那,赚3块钱,也就是赚3000块钱,如果你买1万的话,不就3万了吗 那么这个要判断,这个要判断,我觉得,啊,我刚才给大家看很多什么True Trading Group,啊,Warrior Trading 很多人说,老王你不怕,你,我们都跑下去了,啊,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很特别 老王讲的都是一些蓝筹股,因为以前老王也很喜欢做Penny Stock 但是,8月份呢,或者前面就发现这些Penny Stock其实非常难做,有些朋友呢,跟我提了意见 说,别,别做了,啊,别做了,就做,这个,特斯拉 那,当然,特斯拉不会是说,天天有行情 下个星期,特斯拉,Apple都要分股,那么我觉得盘中的这种机会呢,是非常非常大 啊,很多朋友说,老王又在吹牛了,啊,老王又在拿这个实际的案例来说 我今天要说的呢,就是 Crazy老王,Crazy主钱,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有一个目标的本钱 这不是很大,但是我通过 通过齐全,Option 啊,把这个买 比如说,你要买Walmer,right 它是135,如果你要买1000股的话,多少 13万美金,那很多朋友就有个5万,10万来做Margin 那其实你可以做特斯拉的call,也不要多少钱,两三块钱一股 你买50股也就一万,但是呢,你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惊人 那么很多人说,老王你又吹了,你这个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 比如说,你这个为什么买Walmer,我觉得就是一些events 就是世界,因为我的时间呢,基本上是从9点半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在 然后我做直播的时间呢,是2点到4点和9点半到11点 11点 那么在当中呢,原来呢,我三四五六月 我每天都去洗澡啊,跑步啊 这个,其实呢,我现在发现8月份我就坐在那里 洗澡,跑步,这个收盘以后再干 那么基本上呢,我发现了一些盘中的新闻啊 突发事件啊,异常个股啊 像8月份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股票来突破 今天呢,我要说一个啊,就是NVIDIA 好,NVIDIA在今天呢,它这个一路的啊 它这个这一波行情呢,非常的漂亮啊 为什么呢 大家看啊,这个NVIDIA它其实已经盘整了很多天了啊 所以今天开始突然突破以后呢 这个到了这个突破以后呢 它逐渐的走到这个位置 那么当时呢,我就说,哎,等它回调到这儿 结果它没有回调,啪啪啪啪啪啪往下走 但是如果说,啊,懂形态的朋友都知道 这是一个上升起形 特别是到了底端以后 它这个拉起来的时候 这个往上走的时候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属于一个直角的,一个squeeze的行情 我们英文叫squeeze 然后呢,这个有放量啊 特别是,啊,很多朋友问VWAP穿越 八天均线穿越VWAP也是一个非常 你在这里买,伴随成交量 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大 涨到125,127啊 你还有第二次逃命的机会 因为后来有一波又涨上去了 这个机会也是非常大 比如说512到522,10块钱 如果你买1000股的话 1万股的话 那你想想你的利润在盘中会有多大 好,那么说到这呢 我就说关键的大蓝筹的盘中的事件 以及成交量的放大的一个突破 今天呢,我有点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了以后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WARIA Trading啊 这些哥们呢 他们都是一天 像WARIA Trading只做早上的 只做9点半就结束了 这个True Trading Group 大概就是12点就结束了 最多做2到3笔 不能做太多 做太多 做的越多 错的越多 所以不能瞎做 今天呢,我比较生气呢 是AMD AMD呢 在这一波冲高的时候呢 就是 因为NVIDIA涨了AMD 很多朋友说 我都不知道AMD干啥的 那我觉得你的水准呢 就要 真的每天要花很多功夫 如果你不知道AMD和NVIDIA 是同类的话 那么你需要很好的培训一下 那么欢迎你加入我的直播间 那么AMD在这走高的时候呢 突破的时候呢 引起我的非常兴趣 但是我这两次呢 做AMD都是失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个突破的时候呢 它没有大量的放送 大的量 而且没有过 这个过了 这个没过 没有那个NVIDIA这样 往上走 反而呢 到了这儿呢 没有量 哗 往下走 其实呢AMD呢 非常可能成为 下周一的一个突破点 但是呢 由于没有量呢 我当时呢 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 这个量啊 完全没有 所以最后呢 四点钟的时候 有点量 但是大部分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失败的一个突破 所以我今天呢 还是非常生气 因为两战一胜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还是要和大家摸索 一起摸索 我觉得 Crazy老王呢 一定能会赚钱 那么九月份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九月份呢 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月 下面的八月三十一号 还有一天交易日 然后马上是九月 我认为 在这个九月当中 一定 一定会有大行情 像 为什么呢 我认为 当然现在这个大盘行情 我坦白的讲 谁 去买 谁说下周看跌的话 我觉得有时 有点主观了 为什么说主观呢 就是说你可能 你可能过 不太尊重事实啊 因为这个 QQQ啊 QQQ啊 SPY啊 都是在创新高 你没有道理说 大盘要 要下周要大跌啊 第二呢 Window Jurassic 第三 季节性的影响 那么会下跌的原因呢 无非 今天呢 有一篇文章 写得非常好啊 就是 关于这个VIX 他说 在VIX和十年利率 开始上升的时候呢 是举黄期了 因为今天TBT啊 也是往上走 债券利率上涨 会造成大家 把资金从股市当中抽走 因为债券是一个 稳定的收益啊 那么 TBT的上升 以及UVXY啊 特别是UVXY这个股票啊 我事后呢 觉得是一个 啊 这个一浪的开 一浪的开始 就是反复的 反复的这个震荡啊 但是后世呢 六个月一定会看好 那么 Crazy老王呢 再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月呢 已经赚了超过 接近四万块钱 那么我希望呢 嗯 在这个 啊 九月份呢 欢迎大家的加盟 那怎么加盟呢 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啊 啊 CrazyMrWayne2020 啊 CrazyMrWayne2020 好 然后啊 这个跳出来呢 一直有点问题 大家可以加这里 有一个微信啊 CrazyMrWayne2020 或者打8009588561 啊 那每天呢 我的呃 时间呢 都会有 这是我九月份的交易记录啊 有的很多朋友说 老王你把这个交易记录贴在这吧 贴在这个视频的连接下面吗 这个不大行啊 这个不大行 为什么太多了 啊 那么我想要将大家讲的核心 如何 为什么要在盘中去赚钱 为什么你不做 你不做这个 你不做这个长线投资 啊 如果你有时间想快速增值的话 一定要花时间 第二盘中的机会 特别是齐全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布兰特老师也给大家上了一堂非常好的齐全课 我也在听 差不多有300位朋友 300会员会员参加了 都是被邀请 都是我们的会员 那么我觉得呢 他讲的东西非常好 但是呢 我觉得齐全是非常非常简单 很多人说 我不会懂啊 我不知道怎么做啊 那么我觉得我们会 不断的就是教你 好 现在老王八月份呢 39123块3毛9的利润 好 欢迎你来索取 欢迎你来获得邀请嘛 9月份红9月 虽然说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9月份啊 季节性啊 啪啪啪啪啪 但我觉得个人觉得 8月份也是季节性 啪啪啪 对吧 所以欢迎大家呢 一定不要忘记 加老王 crazy老王 crazyMrWen的微信 或者打8009588561 这是我的微信号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 好吧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周一 或者周日呢 再见 拜拜 拜拜